美国纽约有一个非营利组织 多年来为无颗蝸牛 尤其是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提供妻生之所 今年再度发起 夜宿在时报广场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所有 无家可归的弱势族群 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照顾 纽约时报广场的夜晚 民众熄来攘往 但有一群人在打地吐 岁末寒冬来临 非营利团体圣约之家 再度发起夜宿时报广场的活动 有400人在又硬又冰冷的广场上 席地而睡 除了募款之外 也希望唤起大家 对居住正义的重视 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 游民问题始终存在 盛约之家在纽约 曾帮助过400位以上的年轻人 提供包括住房和就业等服务 这位当年带着一岁儿子 夜宿地铁的女子 就是受惠者之一 现在要回馈社会 并希望大家重视 无可刮牛的问题 刘永伟编译